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总能看到一些特斯拉车主在吐槽 因为自己驾驶的是特斯拉 所以总是在进入一些相对敏感的单位和停车场时 都会被告知不能进入 问就是为信息安全考量请车主理解 不过今天小编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特斯拉已经成功满足了中国汽车数据安全四项的全部要求 这也就意味着以后特斯拉可以去到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了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作为中国唯一一家外资独资车企 特斯拉在国内的信息安全保障的确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尤其是在之前几年 大家对于信息安全的本土化储存并不知晓的情况下 总是担心像特斯拉 苹果这样的美系品牌 会将用户的核心数据和摄像头拍到的画面 运行轨迹传回北美 所以很多地方的停车场相关单位 在无法确定特斯拉是不是会有类似操作的情况下 便会一刀切拦下特斯拉不让进 所以周边很多看好特斯拉产品 但是不敢买的小伙伴 一个核心的忌惮点就是 万一买下来有一天单位不让进怎么办 如今好消息来了 就在4月28日 马斯克来华首日 特斯拉成功通过国家汽车数据四小安全合规要求 特斯拉脑袋上的紧箍咒终于被摘掉了 这也为特斯拉今后在国内推广智能驾驶FSD带来了利好 看吧 中国的智能驾驶马上就要卷起来了 而马斯克为了来中国 还特意把去印度的计划给搁置了 在一条网络视频中 马斯克表示 很高兴看到电动车在中国取得进展 未来所有汽车都将是电动的 马斯克此次的行程也是恰逢北京车展举办之际 不过马斯克并没有参观这一汽车界的盛世 在这里小编也要特别说明两个事情 第一 并不是只有特斯拉才通过了国家汽车数据安全四项全部要求 同样通过该项校准的还有 蔚来 比亚迪 理想 哪吒 和路特斯 在这里说这一点主要是避免部分人无脑狂吹某车 也避免部分人疯狂贬低国产车 第二 则是这四项内容并不是强制检测内容 遵从车企自愿的原则 这四项非强制项目分别是 车外人脸信息等匿名化处理 默认不收集座舱数据 座舱数据车内处理和处理个人信息显著告知 其中 车外人脸信息等匿名化处理 就是防止汽车周边的行人隐私被侵犯 这确实存在着信息泄漏的风险 这也是此前政府单位 军工单位 特殊路段禁止特斯拉汽车通行的原因 默认不收集座舱数据 这个很重要 毕竟现在很多APP都是默认搜集用户的一堆数据 丝毫没有安全可言 而且座舱内还有摄像头 这就是自己监视自己 一旦数据泄漏 就会变成全网为官 座舱数据车内处理 这个也非常有利于数据安全的 毕竟数据多传输一次 风险就多增加一次 说实话 汽车是个伟大的产品 特斯拉会因为这个限制解除 进一步带来更强的粘鱼效应 然后瓦斯克个人财富持续向上 同时投入SpaceX继续增加 人类迈向太空探索的进程 也会进一步加速 火星探索也会因为特斯拉车辆销售大卖 而获得充足的资金 就像全人类都在为星舰时代的到来而努力一样 也许将来的某一天 人类会分为星舰派和家园派 星舰派的人类探索宇宙星空 寻找人类的太空出路 家园派的人类则守护地球 开发新的资源 但是这些人都不会忘记 中国人在今天做了一个放开特斯拉限制的决策 就如同2019年引进特斯拉到上海工厂一样 用中国基建狂魔的速度 拯救了那时候负债累累 濒临破产的特斯拉 同时也获得了双赢的局面 先有一招雪中送炭 今天再来一季锦上添花 不得不佩服中国人的智慧和大局观 但马斯克也明白 中国新能源供应链已经成型 打不过咱就加入 这就是能屈能伸的马斯克 可见马斯克比丰田张男高明多了 丰田张男只会死压死嘴硬 明知道丰田载延技术落后于比亚迪量产技术 还天天贬低电车 明知道中国新能源产业链领先 丰田的研发依然是日本主导 抱着守旧的思维一味作死 反观德系的大众 在参观完上海车展之后 回去就把负责车载软件的高管全开除了 然后把研发中心放在合肥 真正做到了 打不过我就加入 此外在马斯克来之前 就有路透社报道称 特斯拉将在中国推出FSD 并寻求货准将在中国收集的数据 转移到国外 用以训练自动驾驶技术的算法 实际上 马斯克在进行降本增效之后 推行FSD与廉价车型 就是拯救特斯拉的救命稻草 就在本月初 马斯克宣布 特斯拉将在8月8日 正式发布无人驾驶出租车 FSD版本也从测试版转变成了商业版 并免费提供一个月体验时间 目前 特斯拉的FSD行驶里程超过了100亿英里 在中国市场 特斯拉根据中国监管机构的要求 把在中国收集的所有数据都储存在了上海 并未将任何数据转移到美国 这次特斯拉通过国家汽车数据安全四项全部要求 其实就是前几年数据本地化布局的成果 也给推行FSD提供了便利 小编个人认为 鉴于数据安全需要 马斯克可能会在中国建立FSD训练研发中心 本地化处理海量的驾驶数据和地图识别数据 原因有两个 第一 特斯拉在美国的自动驾驶可能因为调查而受到影响 就在近期 美国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发布了 对特斯拉2021年到2024年 全系车型配备辅助驾驶系统 Autopolite的调查结果 通过对956起事故进行分析后 调查机构认为特斯拉对Autopolite系统的设计导致了 可预见的错误使用和可避免的碰撞 随后 NHTSA还补充道 曾下令召回200万特斯拉汽车 原因是一向旨在限制其自动驾驶功能使用的软件更新 但是更新软件后仍然发生事故 NHST对修复后的车辆进行了初步测试 测试结果也支持开启调查 这意味着作为美国汽车安全最权威的机构 通过调查认为 虽然特斯拉的智能驾驶系统已经非常优秀 但是还存在一定失控的风险 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调查 第二 特斯拉在中国的保有量庞大 适合测试和推行自动驾驶技术 在4月初 中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达到了50.39% 首次超过了传统燃油车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9年 位居全球第一 应该说 中国不但是电动汽车制造大国 也是消费大国 10年前马斯克从美国飞过来亲手将钥匙交给第一批Model S车主的手中 如今特斯拉在中国市场一共销售了超过170万台车 在电动汽车消费持续走高的情况下 马斯克有理由更加重视中国市场的业绩增长 所以在面临重要选择的时候 马斯克认识到 要想完整实现低价车型研发制造和推广FSD 还得依靠中国市场 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技术虽然领先 但也需要本地数据来不断的完善和优化 如今特斯拉车型被解除禁停进行 那么顺势推动FSD测试和训练也是顺势而为 马斯克清醒地认识到 光靠在印度打造廉价车型的超级工厂 已经很难拯救下滑的业务 按照比亚迪王传福所说的 电动化上半场 智能化下半场 也就是说 电动汽车的第一波增长点在于电动化 第二波增长点在于自动驾驶和智能化 现在最佳时机就是推动智能化水平不断的提升 特斯拉不能再到印度走弯路了 前几天有一个中国的特斯拉车主 在社交平台上问马斯克 FSD什么时候才能在中国用 马斯克表示 也许很快就可以了 不过自动驾驶技术涉及到很多复杂的问题 比如数据安全 隐私保护 法律法规等方面 FSD在中国落地 数据采集被视为关键之一 如今通过了中方的测试 至少在上海部分区域内 可以先行测试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技术 对于马斯克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对于马斯克在中国推行FSD还有哪些看法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